发了核电厂的灾变 家住在日本的林木先生 担心他的下一代会受到影响 特别搭飞机到台湾来冷冻金子 现在也顺利的做人成功 透过云端科技 让远在日本的先生 就像陪在身旁一样 顺利怀了宝宝的林木太太 非常高兴 今天日本发生三一大地震 核电厂灾情导致人心惶惶 在东京的林木先生 生怕下一代受到浮射污染 决定搭机来台湾妻子会面 还到了生殖医学中心冷冻金子 解冻后妻子目前怀孕13周了 没有说水质上后空气上有浮射物 但是我们基于个人的想法 还是觉得说小孩子那样生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有浮射物的感染 会比较好 林木太太已经迈入40岁 算是高龄产妇 要从涉事零下196度减 董金子进行试管婴儿 其实很不容易 现在夫妻俩都期待 跨国漂流的孩子能平安降临 监督